请看下一题 下一题叫负五减五 好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个负五呢 其实负五就是负就是欠的意思 负五就是欠五 这个减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花掉拿掉 你已经欠五块了 你还要花掉五块 那不是就欠更多吗 所以等于是说 你原来就是欠老板五块 然后说我还要再买东西 我还要再花掉五块 那是不是等于是 又欠老板五块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欠了五块又欠了五块 欠还是继续欠 欠多少呢 欠了五加五 所以等于欠十块 欠了十块 欠十块呢 我们在数学里面就写成负十 那如果你要写成这个 计算过程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写 负五减五 请记得 当你遇到减的 就是把它改成 加上负的来看 这个减五呢 是怎样 这个减五 减五就是又要花掉五块 所以呢就就等于负五 减五就是再加上负五 就等于你又会欠老板五块 所以减掉就等于加上负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欠五块又欠五块 所以呢这个会等于欠了多少呢 五加五 所以等于欠十块 欠十块就是负十 记得 减五 就是 加 负五 的意思 我们下负的意思 我们下负的意思 减五 我们下负的意思 我们下负的意思 用烟的意思